所有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 铁皮工厂内发出熊熟火光 大量黑色浓烟 窜出房屋只从天际 厂房内部陷入一片火海 消防员到场立刻布下水线 从大门和窗户涉水抢救 这起火警发生在高雄市阿联区 凌晨一点多 螺丝工厂因不明原因 突然起火燃烧 消防局货爆出动 26车58人到场救援 厂内存放的大量润滑油和柴油 导致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更增加打火弟兄的救援难度 索性工厂老板夫妻 以及一名员工 及时发现工厂起火成功逃生 但看着多年心血复制一具 恋上全是无奈 老板表示晚上工厂没有人作业 也不知道为何起火燃烧 索性经过一个多小时抢救后 成功扑灭火事 没有人员伤亡 有侦华油跟部分的柴油 他现场有油气 所以我们到场的时候 全面燃烧 现场火场面积 大概有900平方公尺 至于实际起火原因 火钓科还在调查当中 以上最新主播